我爸已经决定 跟欧视集团合作了 我伯伯也同意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近期就会宣布我们的婚事了 你们的婚事 什么意思 美娅 从我第一次见到欧阳的那一刻起 我就喜欢上了她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从派出所到你家吗 我们两个睡在小床上 我问你你跟欧阳的关系 你跟我说你们只是 普通工作关系 还强调 你并不想当她的秘书 甚至想辞职 心跳不明 所以从那一刻起 怨恋 怨恋我没有 解决 我就认定了欧阳 你 所以我刚到法国 我就急着回来 我就是想见她 我想告诉她 我的时候我会逃避 还是我没有 可是我回来后的结果呢 你告诉我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知道那一瞬间我的感受 我爱你熟悉 忘了一颗炙热的真心 你爱手的表情 我不应该跟你抢欧阳 我也曾经劝过我自己要放弃 思雨 我想解开这谜底 之前你劝我 让我不要和欧阳在一起 是因为你喜欢她 你约她打球 就会是想接近她 之前微微早就提醒过我 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相信 思雨 我没有最好的朋友 还是不 吸引你的务力 想彼此给你 吸引你的务力 兔豆哥 来了 你帮我在这儿守着我爸 我去解决钱 你怎么解决呀 去找我顾 把房子要回来 小雅 小雅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把你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给抢吗 防火 防盗 防闺蜜 防的就是你这种人哪 对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是 喂 你好 喂 葳董 我李冬 李冬 你好 你们家邻居大牌档的牌子怎么摘的 什么情况 暗叔不是病了吗 现在钱不够 小雅就把大白档给盘出去了 给暗叔看病用 他现在在哪里 我这会儿在医院呢 小雅说是回家找他姑了 想把房子要回来 卖了换钱给暗叔看病用 对了 李冬 你看 我现在是走不开 你要是方便的话 你去家里看看他呗 因为你也知道他那个姑也不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小雅这个朋友 叫啥徐思雨 我听他那意思 好像是把小雅的男朋友给抢了 他们还说啥订婚了 小雅他爹在这儿躺着 他家的房子又被他姑给抢走了 小雅这男朋友 也被他最好的朋友给抢走了 我真是有点担心他呀 好 我知道了 先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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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疯了吗 你要杀了我吗 杀人犯法杀人偿命你知不知道 我爸的房本呢 你爸的房本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房子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警告过你 让你不要再踏进这个家败布 我不管这个房子现在属于谁 我爸现在躺在ICU里面 他要做开路手术 我没有钱 大白大我已经卖了 我是要拿这个房子做抵押给他救命 你知道吗 小雅 小雅你是不是疯了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怎么就不明白 你爸他已经这样了 我们即便把房子卖了又能怎么样 到最后人财两空 咱们俩也都跟着完了 林志宏 她是你亲哥哥 你亲哥哥快死了 她是你救命的 你真明白了吗 小雅 她是我哥 我也心疼她 可是你也看见了 她已经是这样了 人哥有命啊小雅 我也不希望她死啊 林志宏 你今天给不给我房板 林永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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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ła 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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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要去找您呢 你刚才看见了 我们正在这儿说房子的事儿呢 我哥他这两天情况不太好 他可能 shuttle 就要走了 我是想到 지금 等他走了以后 我就把这房子卖了 我 您看得见 我这房子一卖 那钱足够还您账的 姑 你说什么呢 小雅 咱们得面对现实 你罢什么样了 咱俩心里最清楚了 医生都说了这两天 他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钱总 真的 我 我真的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给我闭嘴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前两天 你拿着老头的房本和公众书 去我一兄弟那儿做贷款 我兄弟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那公众书是假的 把房本给我交出来 给你 拿着 我拿 我拿 拿着 你不站那儿 别乱动 听见没啊 那儿 走 不许走 不许走 我看你们今天 谁敢把我爸的房本带走 我把房本留下 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 你是林治国的女儿吧 那好 你看清楚了 白纸黑字 担保人上 是你爸的签名 还有手印 这个林治红欠了我一百多万 他还还不上钱 我们就得把房本拿走 什么时候还上了 什么时候把房本给你 我不管 今天你们谁也不能离开 走 梅雅 是我梅雅 把房子放下来 放下来 没事的 房本今天你可以拿走 小林叔 我来解决 我来 这是我的名片 这所房子 所有的债务纠纷 从现在开始 由我 来跟你沟通何处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 走 李总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请你马上离开 谢谢啊 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 我干得你 好 兄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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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我找不到欧阳了 酒店我已经给你们订好了 一会儿司机会送你们过去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啊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 一龙 杜小姐 你是若男 若男 这就是你爸爸 叔叔 回去 我知道你 你叫紫洁 上次在泰国 多亏了你帮忙 欧阳他们 才能安全地回来 叔叔 您看您这话说的 这不对我应该做的吗 你们现在 我先回屋了 好 你在找我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见见他 那你在这儿等一下 这是什么呀 我妈的骨灰盒 我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小月 我来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直派人 找你的母亲 没想到见了面 已经是阴阳两阁了 阴阳两阁了 我对不起你的母亲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母亲 也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母亲 也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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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话题我们到此结束好吗 这笔钱于情于旅都应该我来承担的 如果你再给我提什么还钱的事情 你的小利术可真的要生气了 谢谢你和小利术 还好今天有你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过很多次 跟我不需要这么客气的 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爸爸还需要在 艾滋乳病房多待两天 财务公司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 我会尽快帮你解决的 从现在开始 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了好吗 我在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找到欧阳 我想看他一眼 我想看他一眼 哪怕 哪怕就远远地看一眼都行 他跟思雨要订婚了 寻找着答案 我爱你 像漂泊的船 渴望能靠岸 再大风浪 也不能阻浪 因为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就像不幸一样自然 我希望看到你在调眼泪 在你的身边 褪去浮华的简单 石头 龙眼 渴望能靠岸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把你母亲的骨灰 就安葬在这儿吧 我想为他 最后尽一点心意 在这儿 给他找一个长眠之处 我对你们母女亏欠的太多太多了 起码这样我能有 补偿你们的机会 好吗 那去跟我爸看吧 那去跟我爸看吧 你去哪儿 有些事情 该面对还是要面对的 逃不掉的 随私 董事长 将您报告 欧阳知道了 他和我一起取的报告 长痛不如短痛啊 早一点知道 也算是两个人最好的结果 去吧 是 欧阳 你怎么到楼下不上去啊 找什么事 怎么了 干嘛这样看着我 为什么要跟梅雅说我们要订婚 你是怎么想的 是欧伯伯 让我去的 那你 能真的做我女朋友吗 哪怕 我们事一事都行 你跟雷美雅 怎么了 不替她好吗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跟我在一起 你愿不愿意 你爱我吗 是你爸比你来的吧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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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你怎么了 爸 欧阳 欧阳你试试欧阳 我 我 我 他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睡一觉 好好休息休息 我给她开一些去新火的方子 回头熬给她喝 好 知道了 我去拿 punch 我a 呢 拿苦 衔 现在垃圾在学� dział,没可以划算 醒了 这什么地方 我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我家 你刚才晕过去了 所以我只好把你放我这儿了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找医生帮你看过了 你是疲劳过度 急火攻心 一会儿吃点东西 把去幸活的药喝了 应该就没关系了 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会急火攻心啊 我有吗 那我先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 你刚才忽然跑过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不会是胡话吧 还做不做说 当然不说胡话 那有人准备跑过来跟你说胡话的 那就好 那我现在回答你 我同意跟你在一起 不是吗 词 决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 我怎么也猜不到 我会失去那个 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我最爱的那两个男人 一个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随时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一个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或许正在经历着某种痛苦的挣扎 而我 被命运的枷锁禁锢住了身体 包括灵魂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不知道眼前的经济究竟还能不能劈开一条路来 生活真是个复杂的剧本 我不知道 老天究竟要让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不知道 在我的身上究竟还有多少难以承受之中 我不知道明天 等待我的 将会是什么 甚至下一分钟 下一秒 好累啊 我只想静静地待在原地 任风吹 任人灵 任命运的毕落 将我拉扯 我说林美雅 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把我李美雅当朋友 要不是我哥发现你家大排档不对劲 我们到现在还都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林叔出了这么大的事 徐思雨竟然都比我先知道 薇薇你别生我的气 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本来好好的一顿饭 你爸突然就出了这种事 欧伯伯突然就反对你和欧阳在一起 欧阳还消失了 徐思雨又跑来告诉你 他要和欧阳结婚 最可气的是那个林志宏 什么呀 偷了你爸的钱 还把欧阳给你买的项料给荡了 现在又要抢你们家的房子 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该打 我现在就是担心 你跟欧阳该怎么办 我相信欧阳 他现在应该是被关起来了 而且还被没收了手机 他不会什么原因都没有 就平白无骨地消失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相信他 只要欧阳不放弃 不管将来的路有多难 我都会和他在一起 一直走下去 你这一百年也不往家里带着女孩子回来 你是想急死我呀 是不是 亲爱的老妈 你呀 可能误会了 我和人家林美娅 真的不是那种关系 哎呀 行了 你是我生的 我还不了解你吗 妹妹都告诉我了 欧场你呀 压根就不同意欧阳跟她的事 妈跟你先表态 我反正啊 是特别喜欢美娅这孩子 你要是不把握这次机会啊 看我怎么收拾你 送我去 听话 儿子 快去 我亲爱的老妈 好儿子 薇薇 你说我没有一种可能 欧阳他出事了 他会不会是有什么意外了 不然他怎么会就这么平白无辜的 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你说欧阳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薇薇 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我小欧阳 我真的 我真的 真的 小欧阳 我真的 你也不想回那个 你不想回来 哦 我真的太阳uv了 你也不想回来 你也不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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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昨天啊 你不想回家吗 喂 好 你等我 我有事要跟你说 这一拳 是替林梅雅打的 梅雅这几天正在承受什么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现在有脸过来了 走干什么去了 是谁曾经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林梅雅是她这一辈子最深爱的女人 会照顾她 心疼她一辈子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是谁说的 是你对吧 难道只是因为三分钟热度吗 玩玩就想认了 混蛋 所有的事情 梅雅一个人都扛了下来 为了凑林叔的医药费 她把林家大排档给卖了 她的姑姑欠了一屁股赌债 跑过来跟她张林叔的房产 梅雅现在无家可贵 最过分的是 徐思雨居然跑到医院去告诉梅雅 说你爸同意了你们的婚事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你还是人吗 林梅雅在这么脆弱 这么需要你的时候 你究竟在哪里 他把你叔叔给藏起来了 别跟我说这些 这些不是重点 医药费我已经替他除了 林叔叔已经在医院 重点是你既然已经来了 证明你心里还有他对吗 你要是个男人现在就进去 当着梅雅的面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这才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怎么了 哑巴了 没脸进去还是不敢进去 我说了你要是个男人现在就进去 你必须要堂堂正正的面对梅雅 把事情向他解释清楚 给他一个交代 梅雅现在眼泪都快不干了 心已经上透了 如果你不心疼他 我黎东心疼 我现在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见他 告诉我 梅雅 我拜托你件事 你能不能替我照顾梅雅 你能不能替我照顾梅雅 那我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难道不是在照顾他吗 我是说 这一辈子 你愿不愿意 用紧你的好半生 去拜他 让他幸福 你把林伟雅当什么啊 当什么 一个玩具 玩完之后也可以随手甩掉 拱手相送 送给我对吗 看着我问你呢 你是瞧不起你自己 还是瞧不起我 还是瞧不起梅亚 它不是玩具 它是一个有感情 有思想 有血有肉的人 你记住了 我当然知道 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跟梅亚 我们不能在一起 你现在才跑来跟我说这些 给我个理由 那是我同父与母的妹妹 你暂时也没告诉她 你暂时也没告诉她 我爸那会承受不了 好吗 我爸那多年 我明天晚上 那便看见 你算不得了 我爱心 你爱心 你爱心 我爱心 我爱心 你爱心 我爱心 你爱心 我爱心 爸 您吃饭啊 吃饭 我吃饭 你让爸吃饭 你干嘛呢 来 梅雅 快吃 快吃啊 谢谢阿姨 梅雅呀 我们家东东和葳葳总在我面前夸你呢 阿姨都忘了谢谢你在泰国救了我们薇薇呢 你怎么着也得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啊 就是啊 梅雅 你干脆就住在这儿吧 谢谢你 阿姨 我薇薇薇做的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我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 怎么能一直都住在这儿呢 不麻烦 不麻烦 梅雅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你爸爸那边有什么事情 尽管跟我们说 能帮的 我们一定尽力帮忙 是啊 梅雅 你小小年纪就要经历那么多事 阿姨都可以心疼你的 你看你最近憔悴的 多喝点这个粥 这可是我专门喂你熬的 很有营养的 真 梅雅 你多吃点 你看你最近累的都瘦了一大圈 我看着都心疼了 瞧瞧 真的好看 不是 爸 爸 您没听见您孙女说什么呀 好看是吧 不是 您孙女现在进步了 懂事了 知道关心人了 就是 梅雅 还真得感谢你啊 要没你做出的榜样 我们家薇薇还不知道什么是动物 爸 没有 没有 叔叔 薇薇她本身就是很优秀的女孩子 是 梅雅呀 你真是个特别的孩子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好 就连我们家黎东 最近都变得开朗了不少 是吧 还真是啊 这铁树要开花了啊 那我可真开了眼界了 怎么听得像说我好话呢 爷爷 爸妈 等你呢 快点快点吃饭 爸妈 公司后有会要开 我就先不吃了 我先吃 梅雅 今天就麻烦薇薇先陪着你了 等我忙完公司的事 我再赶过来跟你们会合了好吗 嗯 多吃点 太熟了 快去忙吧 梅雅 不是 这怎么着 这怎么走了呢 这怎么跟她媳妇一块吃饭呢 爸 那不是媳妇 那是咱们家的客人 您就别添乱了行吗 不是 这还太不像话 那媳妇在这儿过去回来吃饭 好 爸 梅雅呀 让你见笑了 爷爷耳背老糊涂了 不是 谁老糊涂了 您不糊涂 爸您快吃饭吧 您不糊涂 梅雅 我跟你说 我们家爷爷特别好玩 您要说的不好啊 马上能听见 您说别的什么都听不见 来来来 吃吃吃这个 谢谢爷爷 喂 医生您好 今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是吗 好 好 我尽快过去 梅雅 你爸爸今天可以做手术了是吧 是的 那这样吧 咱们快快吃 就让她一起陪她去呗 赶快吃 我们一起陪你去 好 快吃 快吃吧 快多吃点 她爸爸做手术 马上就好了 没事了 吃吃吃吃吃吃 好 不好意思 拜托你们了 您放心吧 为您父亲手术的 是我们脑外科的一把道 您别太紧张了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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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太着急了啊 我和叔叔都在这儿陪着你 不会有事的 阿姨 叔叔 真的谢谢你们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自己在这儿待着就行 你们快回去吧 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呀 就是啊 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小孩子 自己在这儿怎么能行呢 怎么说也得有大人陪着呀 妈 我们也不是小孩了 你们在这儿梅雅反而不自在 回去等消息吧 我这边有事 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好 那听你的 嗯 我得给你哥打个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 阿姨 还是别给小黎叔打电话了 他来这儿了 也只能在这儿等着 我不想打扰到他工作 你们就别担心了 我会给我哥打电话的 阿姨 就这样吧 嗯 雷雷 好好陪着雷雅 雷雅 放心吧 没事的 有事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先走了 谢谢你们 好 放心啊 好 有事打电话 好 不好意思 久等 李东 好 小钱总 好 好 我 好 我 我 我 坐好 我 我 好 我 先来谈谈这个担保人的问题 林志国现在重伤 躺在医院昏迷不醒 属于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 林志国在这段期间内 不具备做一个担保人的能力 除非他日后康复或者清醒 所以在这段期间内 林志国跟这件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集团公司的法务顾问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我再来说说你们公司的问题 我找人调查过 你们公司根本不具备金融放贷的资质 而且你们的利息 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24%的标准 我就算拿这个24%的上限来还你钱 抛去之前林志红还你的钱 那么今天 他还需要还你 三十四万五千三百四十块 才三十万 之前借贷合同的利息 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那这样的话 你们起诉他吧 不过我相信 法院不会支持这份合同 超过国家规定利息 法院不会予以支持 所以你们之间那个合同实际上是属于无效合同 听明白了吗 小千总 你们公司所有的金融放贷行为全是违法行为 我可以报警抓你 还有 我相信你在来之前已经打听得非常清楚我是谁 那么如果你要采取任何极端的非法手段 我都可以奉回到你 我都可以奉回到你 明白吗 明白 那林志红呢 他欠我那三十多万的那是合法的 那那个钱怎么算 哎呀小钱总 你别着急呀 李总今天把你约到这儿来 不就是要和你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你看清楚 这么大的酒店都是他的 这点钱对他来说算什么 他能少得了你的 李东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遇到你真是我们林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看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那个欧阳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还是你伸出援手 对了 我今天晚上就要跟小雅说 回去就把这情况跟他好好说明白 让他跟那个欧阳撇清关系 我请你来 不是要替你还债的 不要误会 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林志国 林梅雅妇女俩 跟这件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什么意思 那我 我怎么办 我话还没有说完 我知道你和你的丈夫冯大志正在闹离婚 你虽然把你们的房子抵押了 但是冯大志并没有同意 张律师把情况给他介绍一下 好的 你和你的丈夫冯大志在婚姻存续期间 私自能用双方的共同财产进行违法赌博 并欠下了巨额赌债 那么这个过程冯大志本人毫不执行 对吧 所以这是属于你的个人债务 你的丈夫没有义务替你承担 还有 你和冯大志居住的房屋 是冯大志父母在婚前赠予他的 而且房本上只有冯大志自己的名字 没有你的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二人离婚 那么你也没有任何权利分得任何房称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离婚了这房子跟我没关系 我欠的债就得我一个人还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找人查清楚 你的那份遗嘱公证书是伪造的 而这个伪造的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那么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我如果现在报警 警察分分钟可以把你带走 自己酿下的苦果 别人没有理由来替你承担 小千总 事情谈完了 林志宏现在还欠你三十万 至于他怎么还给你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只想告诉你 林志国 林梅雅 冯大志 在这件事情上 从现在开始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如果以后你还敢找他们的麻烦 那我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的 把你请过来谈 记住 林志宏 你经常去的那个赌博场所 已被公安局取缔了 希望你以后好自会之 林志宏你可以走 送一下 好的 小千总留步 我还有事跟你说 请吧 请吧 李栋 算你狠 把你的账号发给我 林志宏欠你的钱 我替他还 但是千万不要告诉他 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 在这件事情上 我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 房产证你先留着 什么时候到钱 什么时候还给我 房产证我现在就很定 有钱的人我见得多了 像你这样的 头一遭 交个朋友 走了 不送 文财 回去找你爸爸 不用管我 一个人没事 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乌洋 你来这儿干什么 乌洋 你来这儿干什么 妈 滚出去 我要你滚出去 要不是你们在泰国认识 坤掉了那些人 我妈妈就不会死 滚 我要你滚出去 没听见吧 冯南 别这样 怎么说他也是你哥 辈子 吃点吧 喂 土豆哥 小雅 想盘店的人我联系好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就跟他约时间 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大哥 你这看了半天了 咱要不把这合同签了吧 是是是兄弟 我现在正在琢磨 这怎么能多给你们点钱 但是你看我这真没法多给你钱 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 这真是 这都废了这些东西 这都得换新呢 你瞧这 这菜 你这 进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 这菜我都是刚进的呀 还刚进的 都变颜色了 哈 您看哎呦 这锅碗瓢盆 这些桌仪板凳 这些冰柜冰箱 这鱼 这鱼缸 这是破的 这是补什么的这是 不是 粘上的不是 这些都不能要啊 这真没办法啊兄弟 大哥 大哥你看 这锅瓢瓢啊 这洗衣刷这还能用 桌仪板凳的 我也都是新换的 冰柜这都好好的 都能用 兄弟兄弟 我是新开业 弄一新饭店 我在用您这些旧东西 这朋友不笑话吗 到时候一开业这些东西 咱可说好了啊 要真签合同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一件不能算钱 真的 没法算 您自己看这 废了 小雅 没事 不信我再找找别人 对对对 你们也可以再跟别人谈一谈 但是估计 能给全款的不多 但是咱今天要能签合同 我倒是能给全款 但是你这些东西 这真没法要 这都废了 还得装修 都是钱 不用了土豆哥 咱们签合同吧 痛鬼 这姑娘一看就能办大事啊 痛鬼人啊 来合同 来来来 照咱商量来的看一下 来来来 握个目 没问题 钱吧 这错不了 好 来来来来 好 好 好 来 你们一份 我一份 这就行了啊 这个合同呢 咱们就算签好了 怎么着 那就麻烦你了大哥 钱 尽快转给我们 钱没问题 你们痛快人 我也痛快人啊 对吧 来 拿好合同 我马上去银行 给你们转账 行吧 你看你们这店 转得多痛快啊 省得再操心了 东西捏风操心了 真是多好啊 这事太完美了 我马上给你们转账去啊 太棒了 好